第三集《粒大法》 例如栗的藥素 國中media有講過 《粒有三藥素》 所謂要素就是說如果你改變其中的一個東西 那麼它的效果就是不一樣 叫做《粒的藥素》 《粒的三藥素》 國中老師有告訴你 叫大小彎的樁 你改變其中一個 那麼它的效果就是不一樣 我打你一巴掌用10牛頓 跟一巴掌100牛頓打下去 效果不一樣 大小改變 然後效果不改變 這是要立的第一要素 一定要有大小 第二個 方向 什麼叫立的方向 如果你的鼻子太塌 我可以用拉力把你拉出來 如果你的鼻子太緊 我可以用壓力把你垂下去 方向不一樣 都打鼻子 我同樣都是用本來理論 打你跟拉你是不一樣的 所以是第二個要素 方向 第三個是作用點 作用點 我同樣大小一樣 方向也一樣 可是我打的力量不一樣 我打你的肩膀跟打你的太陽雀 我打你的肩膀很會痛而已 我打你的太陽雀 你很會死 所以你的作用點如果產生改變 它的效果就會改變 產生要素 所以立的三要素 哪三個 大小 方向 作用點 曾經考過 連考 下列哪一個不是立的三要素 張五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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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浸了